在一些國際性的賽馬運動舉行之前 究竟這些舉辦的地方要在哪一方面的設施進行改善呢 設施方面 馬房和檢疫馬房的清潔衛生和人手調配 另外,獸醫診所的設備 以及馬匹用的醫療器具和藥物都很重要 而草地和沙地的跑道都要進一步改善才行 原來要做這麼多的準備 每件事都要盡善盡美的 對的 以上資訊是由 青河灣名門世家以及澳門卓曼會香港會員會所提供